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今年的平安夜聖誕節 除夕和1月1日都是星期六日 有我陪伴大家這個聖誕假期 原本是拍一個年度系列的護膚品或化妝品 但是假期大家出去玩 未必有時間看片 會錯過了 將它搬去1月 今天會拍一條輕鬆的 開心的 自肥的 將這兩個星期收到的品牌聖誕禮物一次過開箱 想起都爽了 如果大家有時間陪我開箱聊聊天 事不宜遲 現在立即開始 第一份來自我很喜歡很喜歡的品牌 The History of Who 後話 今年真的很開心 我用了很多年很喜歡的品牌 他們跟我聯繫做一個觀眾優惠 希望大家上次買完之後 都感受到我為什麼這麼喜歡用 因為真的很好用 今次聖誕節很開心收到他們兩個禮盒 手上很漂亮的這個就是他們的聖誕月曆 不是24個 會有5個 1號先開來看看 是他們的洗臉 2號是化妝掃 3號是循環精華和被貼精華 4號是天氣單的眼部精華 最後5號是冬天必備的自潤面霜 然後就是我的此生最愛被貼精華 這兩支都是被貼精華 然後這個是循環精華 這個是自潤面霜 然後還有兩支是天氣單的 都不小的 25ml 我問過這支是門市限定 網上應該是沒有的 非常之多謝 我現在是鼻鐵附用 很開心 有很多觀眾朋友說我知道 因為優惠碼 他們第一次去試後的產品 然後很喜歡 很好用 我也覺得很開心 希望下年我也可以爭取到 一些很好的優惠給大家 我知道有些朋友還在觀望 還未入手 我會努力的 輪到第二盒是DOTHOE的 就有他們超級王牌 我也是用了很多年 就是他們的面膜 這個保濕很好 做完高科 一些高能量的面膜用 是非常之好的 然後這個 是不是他們的SQUALINE 對 這個是他們的SQUALINE 我都覺得是蠻好用的 如果你在冬天需要一些鎖水的油 你可以是塗完面霜之後 一滴兩滴 然後搓勻印在臉上 我都覺得是蠻好 而且它不會很厚的 然後再來這個 我應該沒用過 它叫做全日保濕防曬雨 等我遲些開來用一下 等我的review 之後這麼大盒是COSME的 香港美妝大相2022 我也很好奇 今年有些什麼是榜上有名的 嗯 有些是熟悉的身影 洗臉有BGLAND的CLAE WASH 這個我已經用完了三支還是四支 然後有MINON的長效保濕雨液 還有CORREL的深層高效保濕面霜 然後是XL的遮瑕盆 然後是CAMIC的陰影 還有CATE的眉粉 都是一些平時很熱門的產品 CAMIC厲害 它還有眼影的19號色 還有唇膏的5號色 都是榜上有名的 還有這麼多年來 大家都很喜歡用的 Maybelline Fit Me Concealer 還有這個 應該是Etuzase的一個Mascara 最後就是COSE的保濕噴霜 這個是限定味道 然後我手上是另一個版本 給你們看一下 噴出來 是完全不會嗤嗤聲的 這個真的很好用的 在加拿大很遠寄來的Bio Laboratory 那裡面呢 就收到它們 我不是掉了些東西 哎呀 一系列的產品 有一個Toning Serum 接著一個Eye Serum Oil 一個是Facial Oil 另一個是維他命C的精華 又一個Facial Oil 還有Serum Oil 最後還有這個Cranching Serum 這套真的要看一下它究竟是怎樣用 我看到很多都是油 我這麼乾肌都不敢放這麼多油 上臉那裡 其實都蠻有趣的 收工關品有時候 就是有這個樂趣 可能平時我們不敢去買這些產品 或者是沒有第一個衝動 馬上衝去買 但是收到的時候 就會很有興趣去試 然後呢 就到這一盒 很漂亮啊 它是一個很髮色的一個盒子 然後打開它出來 來自Talica的裡面 就會有 噢 這個是他們的Eye Mask 我蠻喜歡的 它是不會掉來掉去 然後呢 一塊Eye Mask 是可以用三次的 對 它裡面應該有一個盒子 對 就可以把Eye Mask 放進去 然後下次再用 每次敷15至半小時左右 是不會黏黏黏的 是啫喱狀的 這個挺舒服的 然後呢 這個是他們很經典的睫毛精華 我可以塗在我的下眼睫毛那裡 我出名是沒有什麼的 所以如果它是有用的話 應該會很明顯的 這個不是公關品 但是呢 都想在這裡開給大家看 就是我那位開香水工作室的朋友 他們做了一些聖誕蠟燭 它的味道是外國人聖誕會煮的一種紅酒 叫做Mood Wine 嗯 很適合我這個酒鬼 再開是COSE 他們旗下的一個品牌 花肆肉 回來香港 大家小時候有沒有用過他們的蜘蛛 是很好用的 記憶中它的包裝是很樸實的 然後這次回來 是很fancy的 那些顏色是很pastel 超美 還有眼線筆 還有這個是他們的睫毛液卸妝筆 而它的眼線筆是領出來的這一種 我以為呢 它這一種的樣子是毛筆的 原來不是的 是來自Wikmik的 對了 有兩支的粉底 他們的粉底呢 是叫做Water Velvet Vegan Foundation 打開出來是這樣的 磨砂玻璃瓶 接著三支的瓶這麼漂亮的 就是Velvet Blurring Fixing Tint 我在韓國的時候 只是沖了他們的收容粉去看 是完全錯過了其他的東西 完全是沒有留意到 塗一個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絲絨面那種 它跟我今天塗的那種顏色有點像 但是它就沒有那麼啡 遮住大家就可以看到顏色是怎樣的了 拍到光線都變了 最後我就開了這一套 是來自觀眾開的小店 然後它就送了一些禮物給我 有一個蠟燭 然後有一支香水 有很多觀眾都是很厲害的 這一支是Shower Gel 然後另外這一支就是Body Lotion 它是乳後草地的味道 好想聞一下 它那種很新鮮的草車味 真的做出來了 真的很厲害的 例如這個觀眾是做這些有香味的產品 蠟燭、香水 然後有觀眾是有寵物的東西 例如是胸帶、袋、之前有杯 之後又有些是滑畫的 我覺得大家真的很厲害 然後我就越來越覺得自己很廢 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還有兩個 我快點說一下 都是一些女性用品 這個是來自Patcha 一些夜用、日用 還有一匹護墊 我都是最近收到的 還有這個包裝這麼可愛 是香港製造的衛生巾 對 它是日用妝的 超可愛的 好了 真的開箱完了 有什麼產品想看review的話 記得留言告訴我 好多謝大家在假期的時候 都花時間看我的影片 我明白不是很資訊的 但都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一個很爽的開箱過程 會找到從中的樂趣 然後也多謝各大品牌對我的關愛 有你們我有一個很豐盛的聖誕節 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我會繼續努力的 對 那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 我每個星期都Upload兩條新片 逢是六更是三更是日更是十二點 對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12月的最後一天 我都會陪著大家 風雨不改 除非我真的不舒服 對 今年是沒什麼跳過 我都覺得是很厲害的 Anyway 這些的感言 下個星期再說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